今天上午9点 家住新沙二区的周奶奶准备出门买菜 哪知道刚出门应踩着冰脚底打滑而摔倒在地 这一摔可不清 周奶奶的左手扰骨骨折了 今天上午短短一个小时内 新沙年轮骨科医院就接受了十多名 因为路滑摔倒而导致骨折的患者 是走路去上班差不多到床里了 一流就把这手伸在地下 医生介绍经过接冰路滑地段 稍不注意这有可能滑倒 市民在冰雪天最好尽量少出门 不要选择斜坡路 而且走路不服要放小 并随时关注周围路况 切记不要忙着玩手机不看路 万一摔倒也不要轻易活动 发现有任何不适 及时寻求帮助或就医 第一个出门的时候你看一下 如果是比较滑的地方 尽量不要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万一要经过这路段的话 你最好是提高自己一个警惕 不要玩手机 不要把自己注意力给分散 第三个就是保持一个缓冲的姿势 半断那个姿势和其他东西 可以说你要摔倒的时候一个缓冲 这样可能预防摔倒 第三个万一要摔倒的时候 我们要如果说摔倒的时候 手往下撑 这是人的一个自然的反应 但是我们可以顺着这个姿势 摔倒姿势去打 3个小时